在英国被FIRE的几率会更高吗? 其实说起来我是有FIRE的人 但是呢并不是以FIRE的名义去让这个人走的 我当时是有招一个人 招进来之后发现他的实际能力和简历 以及面试中表现出来的严重不符合 那刚好也是因为有试用期嘛 最后非常委婉地跟他讲这个试用期没有通过 公司是付了一部分薪水 让他再去找别的工作 这个是有发生过 几率有没有更高 我没有具体的数字 但从我个人的经历上来讲 没有觉得更高 但是英国会经常有redundancy 裁人是非常非常不便的 在任何一个公司工作 我认识的英国人 任何一个同事 在他的整个职场过程当中 某一个阶段都被裁过 被裁并不是说你能力不够 而是说公司的发展需求 或者是公司就是 请不起你了 你的薪水太高了 或者是公司要变动市场之类的 我自己的之前的团队也是被裁 那我自己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 所以也会有这种危机感 且办法在这边不存在 我发现英国的大学老师 跳槽好像蛮活跃的 英国职场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律 就是说跳槽对于职业道路向上走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觉得整体来讲 跳槽是比较不变的 我自己五年之内跳了三个 这个跳槽有的时候是主动的 有的时候是被动的 我觉得整个公司的这种文化 可能在这边有几百年了 那我们中国人在公司工作的时间 其实并不非常长 可能从我们这一代人 或者是爸爸妈妈那一代人才开始的 爸爸妈妈那一代人的话 可能还比较讲究 一定有自己的单位 然后这个单位就是我的机体 我能不离开就不离开 我们有这种根深蒂固的 我想要稳定这样一个想法 但在英国的话 上一代人跳槽就已经蛮普遍了 尤其是在某些行业 像IT这种行业 它跳槽就会更普遍 当然跳槽的话 一般来说薪水是会往上涨的 要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去跳 同时的话 更多的是为了长期的职业的发展 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看不到他给你规划一些上升的渠道 那你一直在这里待着也没有意思了 所以你问我是不是更普遍 我觉得好像是更普遍 好最后一个问题 之前在英国完全没有职场经历 那么找工作的第一步 应该怎么去开始 有没有什么建议 找工作的第一步 你要把你的简历写好 简历里面不要出现很多的忠实英语 英语头语 说到avance的水平就可以 但是书面书写 尤其是你要发给别人的 比如说一些报告 一些公文 还是要尽量的做到比较地道 简历的话 你可以请一个native speaker 去给你看一下 同时你怎么样去表达 自己的各项技能 你做的同样一件事 用我们的话说出来 和特别擅长表达的人 他们说出来 听上去你们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怎么样去表述自己 你之前做了什么当然也重要 但是在你求职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表述自己 也许你需要做一个PPT 也许你需要有一个online profile 也许你需要去更新自己的linkedin 也许你需要去邀请很多人去你的linkedin上面 去给你写推荐 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 同时你要勇敢的去投这个简历 很多时候看到这个工作 我觉得我不完全适合 可能70% 80% 其实大部分工作如果你60%已经合适了 我觉得就可以去投 你甚至经常会觉得 你进入某个公司之后 他并不要求你百分之百的什么都会 公司也知道你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当他们招你进来的时候 他们会想办法去培训你另外人的事实 不知道的这些东西 好的太有帮助了 非常感谢周安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 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我相信对于有意愿在英国发展事业的朋友同学 同时如果你的家人里面也有在英国念书的 或者说想在英国找工作的 都可以把这个内容分享给他们 好谢谢 谢谢给我这次机会 我总结一下 就是像我在国外没有学历 也并没有国外的工作经验 同时呢也没有在国外留学历 我都可以顺利地能加入这么多的公司 并且在公司里面能够经历几次晋升 所以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从一开始的不自信 到后面慢慢地找到自信 同时了解到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不自信和自信的地方 不要把国外的同事想得那么神动的一样 他们也会经历很多的自卑的时候 他们也会有很自大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现在的整体教育水平 并不属于国外的教育水平 可能在这个 比如说critical thinking上 我们还有一些欠缺 但是从知识的储备上来讲 并不一定比国外的同事要少很多 就算是没有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很快地学习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 大家可以充满自信大步向前 肯定可以的 我也是看到了你有了国内的工作经验 再加上在英国的五年多的工作经验的积累之后 我个人的成长 从你的表述上面 从你的整个思维逻辑上面 对 也学到很多 谢谢 谢谢 好 今天感谢你给我的是机会 我也没有上过境 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今天就是这样 记得留言 点赞 转发 如果还没关注 或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bilibili频道 或YouTube频道 可以帮忙关注 或订阅一下 我是小赵 我们下支视频见了 再见